這個媒體的生態 我今天真的是親身看到 他發生的大變化 你看韋翰講了 他馬上看這個網路 對他的反應 他馬上強著 要做第二輪再回應 你置我們於何地 我既不帶手機 也不看網路 韋翰 你現在趕快看 大家對於大佬講話的反應 待會告訴他 但是我話講了就講了 我才不在乎你們對我什麼反應 你知道嗎 本人心中都有主見 今天我上的結果 我們要用一個字或兩個字 簡單來做一個總結的話 要看我們原先 對藍綠兩大政黨的期待 因為大家都認為國民黨會贏 輝文 阿尼都會贏 所以今天國民黨 憑良一講是大敗 民進黨今天 我也不能說他大勝 只能說他勝選 民進黨是勝選 但是我的看法 結果跟你的預料接近嗎 我昨天因為是在友台說 沒有來這裡 要不然我會受輝文跟偽翰的影響 我恐怕就更是錯得一塌糊塗 但是我在友台我是這麼講 你不是自由訂見嗎 不 我在友台是這麼講 我說 我看好謝龍姐 是因為是分裂的關係 是陳曉瑜的關係 但是我對三重我不敢預測 因為我認為兩個候選人都有瑕疵 尤其到了後半段 兩個人都有很多失守 這個招數真的是 不是很高明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昨天的最後一場 的肇事晚會 我覺得一天的就不如鄭世偉的 所以我對鄭世偉稍微有一點 稍微扭轉一下 稍微覺得有點看好 但是我還是不敢預測 因為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鄭世偉一路走來 真的是不少缺點是難以克服的 我現在就要講 我們到底要評論民進黨 還是要評論國民黨 我覺得兩黨都從這次的選舉 得到很大的教訓 我覺得他們都會去想 但是怎麼個想 你想對了 對你是好 你想錯了 一點幫忙都沒有 我認為對國民黨來講 因為國民黨從1.12次大選以後 我覺得太High了 一路High到這裡 就真的韓粉更High High到就是胃口被養大了 就是無寒不歡你知道嗎 所以非要韓國瑜不行 而且要韓國瑜選總統 而且選還要 不但是要贏 而且要大贏 最好是把民進黨 從地球上消失最好 這個我覺得今天的結果 讓他們冷靜下來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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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冷靜下來是好的 但是我跟韓漢看法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這對韓國瑜是大傷嗎 輝文說是小傷 我認為沒傷 我認為沒傷 但是 輝文好認真的要聽 但是很多人都說 這次的選舉會給韓國瑜再加分 再上去 是沒有加分 是沒有加分 但是為什麼沒有傷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都是很綠的地方 很綠的地方 他把百分比 把這個選票的百分比拉高了 當然能夠勝選 那不得了 但是沒有勝選 他也不會說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認為韓國瑜倒是因為 要從這次的選舉結果 很多人對國民黨的宮廷遊戲 尤其是關於要不要提名他 就扭扭捏捏捏有好幾種方法 我在臉書上都寫了一種 兩種 三種 三種再加一 一大堆 他變來變去 我今天剛剛坐計程車來 實際都煩死了 我跟你講你國民黨今天 他叫你不要再寫臉書了嗎 不是 不是這個樣子 他非常佩服我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聽我的話 今天問題就會小很多 因為國民黨是把自己搞亂了 搞糟了 自己庸人治療 好好的一場戲 你演成這樣 那就掛戲做不完 做不完 這樣就這樣 我覺得國民黨是依賴一個人太多了 依賴韓國瑜太大了 其他的人都不顯眼 也都不突出 也都幫費了什麼大忙 但是最麻煩的就是說 你其實幫費了什麼大忙 也許還是負面的 但是你自以為很厲害 所以你要去跟他陪他掃接 陪他拜票 我不能怪你的動機 但是要有自知之明 尤其從這次的選舉 你要看來最後 我們明年大選的時候 你國民黨候選人 跟蔡英文的對決 是會談到什麼 會談到兩岸跟能源 所以現在如果將來不是代表 國民黨選總統的人 而且你是沒有角色的 你少在重要場合講能源 講兩岸政策 因為大家都會認為 你代表國民黨 但是你現在代表國民黨的講法 我講的講白 就講馬英九跟江儀化 你們這個講法 對國民黨是有傷的 我覺得你們要稍安勿躁 這個兩個大議題 包括年改 再加 再加一個年改 三個大議題 要留給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去講 你們少多嘴 今天國民黨也因為太high了 所以就太自信滿滿了 所以你打經濟牌 逼得這個話語權通通搶過來 所以蔡英文台說 我不是只能夠主管 我也能做生意 但是話語權是被國民黨拿去了 但是我要提醒國民黨的 就是說經濟牌不只賣東西 而賣東西不只賣水果 這個東西韓國瑜做得很成功 在高雄 但是你明年的選舉 全國各選區這一招沒有那麼簡單 不要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去打你的經濟牌 而且我認為 現在國民黨因為high 因為high所以有50個選區 現在有73減3 減4 69 民進黨已經排除20個 所謂艱困選區 其他接近50起 我認為沒有人會挑戰現任 所以民進黨 下一次的選舉的候選人 幾乎都是現任了 幾乎都現在是不容易打 不容易打 但是現在跟國民黨太high了 所以阿瑪阿古都出來了 但是阿瑪阿古 他們有參選的權利 你不能否認他 但是國民黨要非常小心 這個初選一定要做的 當然要公平公正 但是也一定要把最好的推出來 不能說推一個 就是說二軍要三軍 那就你是自己自討苦吃 我認為大家的感覺 從這次選舉的結果 大家都感覺說 韓國瑜跟吳東義 現在朱立倫反而沒事 因為現在朱立倫是很大方 甚至呼籲黨中央 如果你要徵招 大大方方的徵招 我沒有意見 這個算是很大方的一個 最高的極致 但是韓國瑜跟吳東義 你們兩個好好再談一下 因為吳東義你大概不選了 所以人家我本來建議說 吳東義你要跟韓國瑜談 大家就笑我 說吳東義談什麼 他自己要選 他談什麼 大家現在都曉得他不會選 他不會選 就跟韓國瑜談 所以等一下韓國瑜的直播 應該不是說我會從此更小心 或從此更保守 我從此不敢扛下這個 不是 我覺得韓市長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對你太失望 我覺得你應該講 這個本黨的命運 未來大選的結果 已經不容許我再扭扭捏捏 而且 這個所謂欠缺正當性 對高雄市民沒有交代 這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主席已經替我解套了 所以我跟主席之間 談好以後 我一定會做一個明確的決定 不是韓粉的問題 因為我如果不決定的話 韓粉更激烈 韓粉更囂張 韓粉更熱情 更會到了最後幾乎要暴動場面 這個沒有辦法收拾 我韓市長也要負責的 所以今天的教訓 就教訓說國民黨 你不要靠1124的勝利 搞得一場本來就很好看的 很莊嚴的 很樹木的 或者很有經典格調的一個歌劇 變成一則路邊的 臨時大的歌詞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就沒有得到教訓 但是今天的考試 有人說是補考 我認為不是補考 當然1124是期中考 明年1月是大考 今天這個是抽考 是713席裡頭 抽4席出來考 所以就來檢驗 1124的趨勢是不是還繼續 或是1124 這個韓國瑜的效應已經停止了 我覺得這歌謊解讀 當然不一樣 但是今天高興的是民進黨 那些要選的人 就是說他在下山的時候 腳步要溜下去了 他終於踩到一堆草根 或是踩到一塊石頭 他止住了 他對今天去 心肝比較安 比較安全 比較安定 我的看法也不太一樣 賴清德如果因為今天的結果 就我去跑去領表 那就太好笑了 因為這樣子我跑去領表 因為他一定 是因為很多人叫他酸總統 那個賴神他一定不會 他一定會很感謝 但是他一定不會心動的 因為蔡總統他要拚連任 所以賴清德一定會尊重蔡總統 那會蔡賴配嗎 要不要配賴清德跟信濤流 他們有派系的考量 賴清德他會自己做決定 所以民進黨部分 只能說是險勝跟殘勝 國民黨的部分 我同意剛剛王毅委員講 就是說國民黨沒有分裂的本錢 這個情況怎麼很像要贏 結果選舉出來是這樣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更團結 我講一下韓市長 因為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市長勵志的故事 如果因為今天這樣補選 他就懷憂喪志 或者說我這樣我不要選 那就不是韓國瑜 那就不是韓國瑜 怎麼可能 輸就輸 又不是什麼 再贏回來就好了 這個我跟你講 主持人 今天這個是水堂考 2020那個時候 那個才是期末考 那個才是聯考 那個比較重要 那是會考 這個是水堂抽考 水堂的小考抽考 考得不好 考得不盡人意 那就努力 4月公告 5月零表 6月初選 7月提名 中選會登記截止是11月底 今天才幾月 現在才3月 所以我希望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 韓市長的直播 韓市長當然會對選情有 他的一些看法 我們都準備聽 但是我不認為這個節骨有點 所以我剛剛跟韓國瑜講 一個是重傷 一個是輕傷 大佬是沒傷 但是我認為是輕傷 大佬講的沒有傷比較正確 因為就算是水堂考 也不是韓國瑜自己去考 衝擊量是韓國瑜家裡 隔壁的鄰居去考 為什麼這個水堂考的成敗 要卡在韓國瑜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場選舉 大家當時賦予的太深了 就是說贏都說就是韓國瑜大贏 輸就是韓國瑜敗 其實這場選戰的輸贏 跟韓國瑜有一點點關係 可是關係沒有這麼大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4比0 對韓國瑜有沒有加分 一定有 對全國民黨的人都有加分 對 韓國瑜有沒有加分 當然啦 但是 他意思說贏有加分 不能失業 對 怎麼可以說 輸沒有扣分 這個跟韓國瑜的直接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成功 我剛才說你是一軍 你不要幫幫幫幫幫幫